二塞書第二十八章 第九節 紀朝先知的說 他要將知識指教誰 要使誰明白全然 時代江斷乃離懷 他竟命上加明 靈上加靈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這類一點 那類一點 今天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因為其實大家所聽之前的訊息 其實是九月之前就已經是錄完的 事實上我現在這一篇訊息是 在這次全教會大旅行之後 就開始和大家錄製在溪水旁 這一篇訊息我相信差不多到十月尾的時候 才和大家見面 事實上今天開始的溪水旁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整個旅程當中的經歷 分享一些我在內心當中和信仰裡面 在靈修裡面所得著的東西 事實上也是環繞著這一節正經的開始 會有少許的事 和大家分享 但同樣也是和我們今年的吹角節也好 下年的吹角節也有關 事實上在今年的吹角節 可以說當我回來的時候 看到弟兄姊妹的留言 看到在弟兄姊妹當中的這些慶功宴 各樣相片 在過程當中 事實上很多的資料 消息 直到Blogger Facebook 和不同的網上連繫 雖然你們不知道我正在看 但在我來說 根本就好像完全沒有和大家脫節 全個過程 令我很感恩 讓我親眼看到很多熱心的弟兄姊妹 忠心跟從神 又在這個超頻過程當中的弟兄姊妹 我看到他們的成長 看到你們寫的留言 事實上 真的讓我很多時候 會不會看到真的淚流滿面 很感動 第一 對教會那份支持 第二 對神那份愛而導致 在這個經歷當中 親眼看著你們的成長 大到像是一份生日禮物一樣 雖然我的生日就過了 大到像是一份生日禮物一樣送給我 所以令我很開心 看到弟兄姊妹在整個過程當中的專業 為何會這樣想呢 因為我相信 弟兄姊妹當你在2009年12月的時候 去聽我們說這套2012的訊息 我相信當時你慢慢聽到關於馬俠年曆的時候 你都不會 跟我一樣 因為那是年多前分享的 你和我都不會想到 究竟有什麼事會使得我們超頻20倍 會在20天裡面 去在信仰上 行動上 在我們的意識上 會有一個這麼大的超頻的轉變 意想不到是不是 在年多前 為什麼意想不到 因為就算我們現在說的Alan 到今天為止 都只不過是11個月前發言 就好像你們大旅行之前 我們所看的一個VO 就說到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按著先知所預言 榮耀列車 就如我所說 榮耀列車因為Train 也可以譯為榮耀的訓練 真的完全不是我們 預先可以想到 安排到 不是我們可以看著 時間表可以說得到 的現象 竟然仍然在我們身上 我相信對於很多弟兄姊妹 有事 在今次整個旅行當中 我很欣賞很多 做帶領的領袖 無論是策略家 或者很多帶隊的弟兄姊妹 看著你怎樣學習和成長 令我很欣慰 在我過程當中 看到 大家真的在這個意想不到 大家都以友同聲說到 真的 想不到意想不到 會有一個這麼有趣 這麼超頻的信仰經歷 但是無讀有咬 兄姊妹們知道嗎 我們這個信仰經歷 在短短二十天裡面 我們就好像經歷了以色列人 過去三千五百年裡面 每一年都要上耶路撒蘭 的這個石安山 去守折一樣 只不過我們真的按著這個語言 好像榮耀列車一樣上去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我在 一直去欣賞 一直在這個旅程當中 我都不斷討告 求神去保護大家 恩告大家 讓大家在這裡 能夠不單止有整個保護 並且信仰上約進 在我自己私底的靈修裡面 有好幾段的經文 很有味道的讓我去 咀嚼到的 首先在這裡想跟大家去解釋 為什麼會在這次選擇這幾段經文呢 因為這幾段經文都是在整個旅程當中 我靈修裡面也有得著的 那弟兄姐妹 其實有一件要大家要留意的 其實如果在靈修裡面 尤其是在聽Joy Jokic Sire 旅行幾年 其中一個我們很看到神 很預言性的 將很多信息 是預先給我們 在Joy Jokic Sire幫助我們 那天 但是我們也要懂得自己的靈修 但我們自己的靈修 要懂得去找一些 真正應景的 我講的是前文後理應景 而不是斷章嘴意的應景 一些經文 在那個時間裡看 我相信你會更加深刻 或者大家都奇怪 為什麼會對一些信仰的真理 這麼明白呢 因為有時候我專門選擇 吹角節的時候 看吹角節的經文 我有些經歷是跟那段聖經有關 我就看那段經文 因為實際上很厲害 他用一些斷章取義的經文 當人家在說關於吹角節避難 他們就會拿出愛篇出來 亂說 明白嗎? 愛篇是好的經文 不過愛篇 臨前十三章 這裡說的經文 是將恩賜 和性格 的一個對比 不是將走難和性格 作一個對比 明白嗎? 所以你會看到 一些人容易有這個出事 很多時候會選一些上上 都會大家念中的經文 不過就 將斷章取義 那就是大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原來我們在淑靈裡面 去成長 其中一件事 就是 原來神是 好像這段經文說的 神是 這裏一點 那裏一點 那裏一點 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這是讓那些好機肇人 永遠去找不到神的心意 為什麼? 因為最愛慕神的華人 才會找到最應景 那段經文不是短章取義的 在前文後 你就是在說走難 在前文後 你就是在說吹角節 如果我們在吹角節看的時候 我們會明白很多 但好機肇人 只是那兩三道板斧 經常拿來拿去那幾節經文 去吹噓 把自己的概念 把自己的懶惰 作解釋 那你會發覺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愛慕神的人 成長呢 是不同的 那當然 除了我所說的 這一種應景方式的 靈修方式 另一種就是 曾經跟大家分享過的 就是我們自己靈修的時候 我們可以定了每一天 我們看五篇的詩篇 和一篇的針言 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又或者每一天去聽 裝作溪水旁 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但是仍然在這裏 藉著這節經文 和大家去分享 今次的經歷的時候 我想帶出一個信仰相 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對聖經認識的 範圍越多的話 我們越在時勢裏面 或者在時態裏面 晶局裏面 經濟裏面 世上的天文地理 天象演變裏面 甚至世界上的災難演變裏面 其實如果你對聖經認識得多的話 我們會找回應景的經文 當你在那時候看這些應景的經文 你不單是震撼 你會發覺是會有啟示 是你平時不會看到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平時那些事未發生的時候 你看不到這份預言 原來是講這些事件 裡面的角色 主委受委 以及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可能以前倒置 但是當我們真正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會明白 這就是今次開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在催覺節應景的一些經文 想跟大家去作出一個分享 以撒書第28章第9節 幾朝先知的雪 他要將知識指教誰呢 要師誰明白全然呢 善阿光斷乃離懷的魔 他明上加命令上加令 律順加律禮上加令 這裏一點那裏一點 祝祝你 是世上珍財 你是世上珍財 像我一生方向 你伴我踏風霜 天黑暗 你是我涼光 與保障 愿生命因你的照亮 愿生命因你山花惊吓 甜美丝将心里轻轻唱唱 愿我将心窟永逢上 愿我将心窟永逢上